我认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也就是1986年 我那时候记小 我计小两年级嘛 我就到苏州去旅游 旅游的时候 我路过狮子林 狮子林啊 就跟她狮子林 就看到一个女的在跟我聊 我觉得这个狮子林是被遇民 就建筑大事 被遇民的祖宅 我就这样说 她说你怎么知道 我当时知道她是一个业余导游 就这样我们聊起来了 聊了苏州原理历史 我说这次主宅 是解放以后就被政府啊 做园林 做旅游景点 让我们旅游 她说是的呀 我说这个旅游间应该都贵还 背试的后代 对吧 我说背试后代 背试后代应该拥有 这块地皮的经营权 我这个女生说 哎呀土地是国家的嘛 现在就是解放以后 土地就交给国家了 怎么怎么 对吧 我说是啊 是交给国家 可以没办法 对吧 现在赚那个 当时那个是赚那个什么 就是门票费 对吧 嗯 当时门票费还比较便宜几毛钱 对吧 86年几毛钱 现在看来你都十四零七块 几十块钱了 然后你就是在那里跟你的女朋友谈起来了 是的 我看他好像是蒙古州人 我当时信 我当 我当时认为他是新疆维尔路 为什么看他的眼睛就有点泛蓝的 眼睛 眼睛跟我们汉人长得有点区别 有点区别 他就汉化了 但有点区别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新疆人 他说不 我是蒙古州人 我就这样问他 长得漂亮吗 长得还蛮漂亮 看看 看看他也是阿罗多姿 对吧 很美丽 我说你这个年像个红苹果似的 我说啊 我就这样逗他嘛 对吧 他也蛮高兴的 后来他问我 你是什么的呢 我说我是上海人 今天我们继续要我们组织学生呢 到苏州来旅游 对吧 我说这次旅游 我记得我十二岁来过一次旅游 这次是我86年 我十八岁嘛 这时候相隔六年 第二次旅游 苏州有点变化 我第一次 我到苏州去80年去的时候 我觉得苏州呢 不是很干净很脏 我当时啊 就给我感觉了 火拆了下来 那个里很脏 知道吧 嗯 86年去 我那里边环境好多了 我就跟他这样说 这是我个人认为 他说说这环境一直很干净的呀 我说这是我的个人认为 对吧 当时我们就聊了 随便聊聊的家庭状况 从他聊他的家庭状况之后呢 我就想深问他父亲做什么的 我说我父亲建筑工人 我父亲建筑工人上班了 那个时候我父亲还没退休了 五十多岁 86年我父亲五十多岁啊 他说你家几个人 我说我就两个两姐姐 我是最小的 对吧 他就跟我聊了 他父亲是当过兵的 骑兵年的 就文库的话骑兵年的 连里面是骑兵年的 好像一个首相的一个班长 还不知道 我忘了 时间长了嘛 有可能是班长 他说他父亲参加过平反西藏 就这打了 平反西藏 五九年 那个时候我就听到 他平反西藏的话 他说他父亲好像发了罪杀了人了 我就说了一句话 那么我们我自己提出来啊 我看了很多书 我说是不是你们蒙古族在文革当中 内容档案也受到了冲击 对吧 包括你父亲 他说我父亲说这是最有应的 我就说是汉人 汉人去上蒙古族在文革当中 我也是种犯罪 对吧 也是犯罪 他跟我他他那惊讶一下 一三一你怎么会说这句话 十八岁吧 我说我书看得多了 我说我书哲学 世界看得多了 因为我我跟他说我在中学里读 读初中的我语文挺好 我就喜欢写文学评论 对吧 我从学还喜欢看四大民族啊 我说我那个世界民族像巴黎生母一样悲惨世界 对吧 那么那个女朋友很高兴啊 他就跟我说我是导游 他说他说我是复旦大学啊 复旦大学毕业的 他说我读的就是汉语文学专业 就是中文专业了 也读过外学 我说你们读中文 中文在肯定学过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评论对吧 他说OK 我说你现在怎么到苏州 苏州园里来做做导游 他说我的业语导游 对吧 我跟他讲解中国女 就是苏州的历史吧 对吧 有历史 后来他这个女人问我 那么你喜欢什么呢 我说我喜欢西方文学民族 对吧 我说你喜欢哪一部品 哎呀 我说我西方文学看多了 我喜欢迪根斯的 那个双城级 对吧 还有巴黎生母院 悲惨世界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包括高老头 对吧 莫巴桑的小说 我说其实俊游 我说我对小说蛮有兴趣的 对吧 所以我只不看卡 对吧 他后来那个时候就跟我说 那么你对中西方小说 有什么看法 他前面问过一题 他那个时候是和我 小弟啊 小弟 他比我大六岁啊 我是六八年生的 他是六十年生 他比我大四岁 我讲错了 他比我大六十年 哎呦 我看这个女的比我大四岁 我当时有点 有点好像 不愿意谈下去了 我就跟他说 我从小跟我中学年女同学 我不大讲话了 对吧 我跟男同学讲的多 这个女的为什么 中学女同学 她们又不懂什么哲学文学的 对吧 懂诗歌的 我跟她们聊个屁啊 对吧 我跟她们聊 她们当我是傻子 对吧 我跟我要傻子呀 你怎么懂那么多了 你在初中的不应该懂那么多 你应该什么 去读书 读了好怎么 读大学 读到大学 应该是出轮头地 对吧 中国有句五花手 对吧 唯有读书读了高 你就什么 可以升官 对吧 我就跟她们聊 我那个时候 从小也没这个想法 我说我从小做想法 我就做生意 后来你们又怎么又在一起 对吧 后来再讲 你说讲啊 她说你对中西方文学 怎么学 中西方文学很区别 中国的四大民族 对吧 我就讲了 中国的四大民族 我都是邪恶 鬼诈 你看红楼梦好了 四大家族 而与我诈 互相争斗 对吧 当四大家族 你看贾家 如果是败落了 那三大教授 是不会出手帮忙 就怎么 把你烧出门外去 对吧 红楼梦就讲这个 对吧 就是上层建筑的 尔与我诈 三国演义 就是尔与我诈 对吧 为了搞三国的平衡 就外交方面 对吧 水浒战 就是中国 底头老百姓 就是什么 你杀我 我杀你 对吧 一百零万家 互相利用 宋江最后不是 上那个 宋江不是上 不是毕方的杨三人 宋江会不投强了吗 我说啊 什么地区 一百零万家地区 说穿我都是利益 对吧 最后 最后为了投降朝廷 对吧 我就把你们卖掉 对吧 那个时候 我女朋友说 对 我说奴隶万事 就是毒手了 犯金重拒 对吧 这点毒手 我看了那么多 我看了 就是鲁勋先生说的 中国的文学 就是人之人 对吧 中国从商朝之后 就把人是献祭的 人活了 献祭的 先给什么皇上 对吧 那么 我说西方文学呢 是讲究人性 人性的罪行 人之下 你像那个悲惨事件 我举个悲惨事件 悲惨事件 你看有一个小偷 杰尔纳 当他去偷 那个主教的 那个是 钱是吧 对吧 当警察抓着 这是我把钱 给他的 对吧 这就是什么 我说一种博爱 对吧 中国文学也有啊 没有 这个理论就打断 你说的对 你应该信耶稣 你圣经看过吗 我说我看过 我圣经当然看过 但你叫我信 三次教会 我是不会去的 对吧 我当时 我教他我不会去的 为什么 教他 你那些牧师讲得到 就半个小时 我没有兴趣 对吧 我说我世界 每次看得多了 都是圣经里面 敬畏引用的 我说对吧 他当时就 我当时我看了 一部电影 我说美国界都讲 圣经里人的罪行 人罪 对吧 他当时第一个传辟 就是这个初恋女 初恋的女友 对吧 他对我很好 好 第一次谈话 我们就谈结束了 我们就留了个地址 对吧 那时候也没有电话 对吧 没有那个什么BB机 也没有 对吧 坐机好像那时候也不太有吧 不太有 也不是所有家庭都有坐机的 对对对 对吧 那你们那时候是靠什么方式联系 就是书信吗 书信到书信也有 你们那时候是 你们分开以后都是怎么联系的 他电话打到我那个学校 学校里的公司 学校里不方便呀 学校里还要喊的呀 我分手的时候 还有一些插谎 但我分手的时候 他在苏州园林旁边 请我吃的真小吃 我记得很久 买了两毛钱一包的苏州豆腐干 当时两毛钱一盒的苏州豆腐干 也是算对我优待的 买了大概五盒吧 一块钱 他就要送回去给我爸妈吃 我丢一下 他后来就送我上那个大巴 就是老赵最主要处置 那大巴车 大巴车到上海 那个时候两块钱 两块钱 从苏州开上大巴 两块钱 吃灯饭得多 几毛钱 吃完面好的排骨面 大半面打到就 就在旅游景点 比较贵的话也只有六毛钱 他和他分手 我就留了绩效电话号码和我家的地址 懂了吧 我还告诉他 我在绩效电话码 你几点钟打给我 因为我绩效不读书了吗 读书都不知道接电话了 我下课几点钟 你最好在中午这段时间打给我 或者下午两点半以后打给我 因为我们下课了 这段时间对 我们绩效度算两点半下课 我们几分就要回去了 我说 我说你晚点三点打给我 他说OK 我知道 好 就这样我们就分手了 回到上海 对吧 当时他没会啥 还在收拾来盗了个两天 大概我回上海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大概一个多里面 他就写信给我 他写信 约我出来见个面 我当时一想 他交出见面 那也信 我就说 电话没打给我 第二次见面 他就约我出来 约我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吧 在人民广场 慕恩堂 我当时很反感 我说 我们应该在 恒山路 国际里派他见面 第一次不是在慕恩堂见面 就是人民广场 我知道 第一次见面 其实我不愿意去 那个教堂的 那次他见面 硬是拉我去的吗 我当时 因为我那时是想过了 第一次见面 我要陪他到什么地方去呢 城隍面 外滩 我考虑他是搞这个历史旅游的 我说 我就陪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就看那个建筑物 教会建筑物 对吧 青年会 就原来青年会并馆 现在还有的 有的 这个青年会并馆 就在大世界旁边 有个青年会 这个青年并馆 老早就是什么 基督徒 他们在孔祥姓 他们那个民国的时候 是他们的聚会点 对吧 这里面聚会点有地下党 我是将参观那个地方 或者到长阳 西摩会堂 就在犹太教会堂 然后最早一去一次 他当时就跟我说了 我这个地方都很了解 我去过了 那么我说就去了 今天教理就是参观教堂 就我去那个地方教堂 参加三支教会 我那个时候 三支教会讲行李后 我真的不愿意去 对吧 他说你不愿意去也得去 对吧 他叫我什么 张帝 你当我小阿姨 小姬 你应该去 你不应该去倒卖什么火车票 他说 你应该做什么 我倒卖火车我都做生意 对啊 我自己买衣服穿 对不对 这很正常 我喜欢时尚穿 那个时候穿牛仔 或者时尚的 是 还要穿那些什么口罩 我倒卖 那个时候我还抽烟 抽外衍 那个时候外包 外衍 我在外面批发过来多少钱 批发过来3块钱一包 我卖出去 可以卖到4块钱 4块5一包 我赚个差价1块多一包 我如果弄一条的话 我就赚多少钱 就是10块钱左右 对吧 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我一天赚个10块 我告诉我半个月就要开销了 对不对 他当时无价 我女朋友跟我说 你这个人就是赚钱 他说 信耶稣 他说好信耶稣 我说耶稣定十字架了 为我们收冤去 我说是吧 三天他不是定十字架不死吗 三天以后 对吧 复活了 我说对吧 这个我知道呀 我说 好没办法 第二次见面 他硬是拉我到教堂里 那么我就到教堂里面坐在那边听了 听到刚刚从文革出来的一位牧师的讲道 知道吧 那次听到的第一次听到 我说 这个牧师讲得不错 打动我的心里 他讲到文革的时候 在那个人民广场 地下室 就他们 某种他有一个地下室 对吧 文革的关了很多人 基督徒什么 那个时候很残酷 他讲得很残酷 我忘了对吧 那时候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他还说尼托森去了吧 尼托森那个时候在那个白毛玲珑场 还搞什么翻译啊 文学作品 翻译那些 翻译中共教堂翻译作品 后来尼托森不是 蚕死在那个地方生病吗 我就听到这个道 我很感动 我就对我女朋友说 这些事情我就要调查 我就要去采访那些老游派活着的人 对吧 老游派活着的人 因为当时那些老游派七八十岁了 对吧 我们应该采访 如果我们再不访谈的话 那些老游派真的死了 对吧 以后我们对民国那代历史 特别是抗日战争的那历史 我们就是什么 模糊了 就和我们教科所说 中国共产党抗日是什么 中流砥柱 对吧 那个时候我就讲中流砥柱 对吧 抗日先分队 我说 我女朋友被我讲了没办法 我今天教你教堂听道士 教你信耶稣 不是教你讲这个 我说我就会讲历史 对吧 我说 我当时对他没有办法 我说西方的历史 从欧欧美来说 对吧 美国的历史就是清教徒建立的国家 就五月化高公园 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加尔文是他们的精神教父 在上海图书馆在哪里 你知道吧 就现在的上海美术馆 就人民公园隔壁 上海美术馆 最早上海图书馆就是这里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个 那个时候上海美术馆 就现在上海美术馆了 那个时候没什么空调的 地方比较简陋 后来上海图书馆就搬到 90年代末期 就搬到现在的淮海路了 这个你知道的 对吧 淮海路靠高安路 第一次跟我 第二次女朋友 我们就这样外面都得全在外滩 讲到外滩的公园 对吧 她是跟我说的 华人一个不得路的 小阿姐你知道吧 我说我知道 华人一个不得路的 没有这个说法 这是造谣我说 对吧 在历史上没有这个的 对吧 当时我还跟我说 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强调 几个 就是通上口岸 上海广州什么的 对吧 厦门 对吧 青岛什么的几个城市 就讲到这个什么 我们要宣教 就是外国人 传教士可以在上海买卖土地 对吧 那是中英南京条 第一次起初 后来 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以后 天津教授 也强调这一点 对吧 传教士的大力兴起 我女朋友 你怎么知道的 近代历史 近代你说我们学历史 学的是不平等条约 其实我们学的 这个不平等条约 强加于我们 其实都是平等条约 对吧 我们跟人家做生意 是什么 平等 平等什么 我说中国古汉语 没有平等这个词 中国的古汉语 语法就是穿模的 对吧 它没有一个逻辑的链接 我就跟他这样说 没有一个归纳掩饰法 对吧 他就论证论论述 论证不清楚 看这个汉语语法 古汉语法 叫你去穿模 对吧 对吧 我就讲了一句 我对古汉语法有看法 就鲁迅说要取笑汉字 是吧 汉字拉丁话 对吧 藤都就留半年那个时候 50多都提起这个 我跟女朋友就扯了这些 那个时候 他说是要拉丁话 对吧 他就问我了 你支持拉丁话吧 按照我的想法 文字最好拉丁话 你看 日本人原来也有些汉字 后来日本人就发明了 对吧 韩国人也学中国汉字 你看韩国人 韩国人那个是朝鲜 对吧 越南人也是 我这些说对不对我不知道 对吧 这是我的猜想 他说这不用猜想 这是大概你看过书了 对吧 他说基金很好 当时的时候 我们我就聊了 不平等交易 对中国人是条约 如果没有不平等交易 上海今天还是那么愚昧 我们上海的 对吧 184年开部 对吧 在184年开部以前 马盖尔尼 还到中国来宣教了 那个时候拜到乾隆皇里面前 对吧 乾隆皇就叫他跪下 他说我不跪的 为什么 我们英皇是不跪的 是什么尊重他 对吧 我们是败的 不是贵啊 是败的 当时我就跟我女朋友 当我看贵这个字的时候 中国人的贵 贵了几千年 像奴才要贵 到今天还是贵 我最反应的贵 我这捐绝不贵 对吧 我有这个恶心 我女朋友超过小小 好 那个女朋友听我讲个话的时候 走了一段路 走到大概 那个上海火车站 就是老老北站啊 就我家不是住在老北站附近吗 老北站看到人家的乞丐 不是透明吗 他就伸手 扔给人家三块钱五块钱 我那个时候就很反感 我说你给他三块钱五块钱干嘛 这批讨贩的人 把讨贩拿的钱回去怎么 造房子 知道吧 在农村造房子 我说你说吧 他说你正确吧 我有啊 他说大部分都是困难的 就是讨贩 流浪者讨贩啊 你不要把他们当成 他们就讨了贩钱 就回去造房子 你说说吧 我说他不是骗了人家的善心吗 骗了像尼西州所的善心 回去造房子 我说这个很悲哀的 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但是女朋友就跟我说 我那个时候支出了好多 也许到流浪汉 他说需要人家这样 我支出了很多 就跟我谈女 谈朋友之前 他一直在帮助流浪汉 帮助那些年老的人住医院的话 从那天第一次见面之后 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我以后陪你去采访那些东西 或者说采访那些 对历史有故事经历的人 比如说老幼派啊 比如文革那些受过迫害的人 我是重点采访这种人 我说对吧 他说那些知青你要采访吧 我当时就认了一下 知青当然采访 我没说不采 这位知青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去操人家资本家的家嘛 我说啊 我感到业 我当时就完了 我感到业 我感到业 他说你怎么业务他干嘛呢 他们不是人呀 我说对吧 对吧 我当时86年 我跟我女朋友说的 我当时看到了一份资料 我跟我女朋友说的 什么资料 就是广西青州那里 把文化大革命吃人肉知道 把人家杀下来 肝脏心脏杀下来吃人肉 我看到一篇内部报道 我常常看内部报道 他说你还晓得这些事啊 对吧 阿爹啊 你看书看了蛮多的 你这个资料什么地方来的 我说我这个资料记得是一个 我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 碰到一个老先生 知道吧 他跟我说了 他有资料的 他是好像是 也是复旦大学的 好像复旦大学 他们有个学报嘛 他是搞历史学的学报 好像是一个编辑还是什么 这个老先生解研方以前参加过 好